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章鱼的玩具 本期呢我们终于把顺便高达冰川终于给做完了 哦真的是好帅呀 周围林姐为什么那么多小伙伴给我们推荐这款了 因为它在顺便高达的基础上 我本来以为只是延伸而已 没想到呢 它真的是把很多地方给重新去设计了 并不是单纯的把它比方说修改一下 换个配色啊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紫色的透明件啊 有那种恶魔烈焰的感觉 妖艳而美丽 而且这大翅膀身开的都太帅了 透明件呢它可能有点脆啊 大家剪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一不小心可能就绷扔了 或者那个件本身就裁掉了 大方脆 整体的透明件出膜啊其实比较厚的 之前我们不是开盒的时候 也看到它为了保护小朋友吗 对对对 故意的把它就是做得很圆润 它的尖角那些都不是很尖锐的 导致了呢它跟设定图啊是有一定区别的 设定图是那种稍微更加纤细一点的效果 而HG的这个冰川细变模型呢 则做出了另一种风味 但是我整体我已经是超满意了 嗯还行 就是比较修长比以前的HG模型呢 它的头更小了脚也更小了 整体可以说是更符合现代的审美 而这个冰川高达的头部呢 可以发现它偏线的部分全都是透明件 本身其实并不是太好 它因为是HG嘛 所以它也没有做多余的分件 所以感觉是一大块板 然后还靠贴纸呢进行去分色 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啊 如果说大家去贴纸呢 一定要用那种尖的小棉签 或者是小镊子去辅助粘贴一下 否则这个贴纸真的挺不好贴的 当然如果说有颜料去补色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好 这次我就拖了个篮 我就就是用贴纸贴了一下 而头两侧的那个透明件呢 像00Q一样是一个八边形 这个冰川顺便的整体上半身的造型呢 可以说是都是放射状的那种设计 配合上紫色透明件呢 已经是非常好看了 而这次的背包啊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你看每个部分都有三段的这个设计 看到吧 我本来以为它只是顺便高达 稍微优化一下而已 但没想到 你看我们把顺便高达拿来 顺便高达拿来是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三个角的这个小背包 对对对 但是 这个翅膀感觉小小的 但是这个冰川顺便呢 则变成了一个大翅膀 我还以为像是强袭自由啊 什么那种感觉 是一个米字型的 还有注意 看冰川顺便的这个翅膀这里 有一个内部的这个构造嘛 一个外壳的部分 这里呢 它套用了这个顺便高达的肩部造型 可以看到这个零件是附用的 对没 这个肩膀 对对对 其实用在它的背包上 很帅 毫无违和感 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菊花部位啊 有像甲虫一样 绽放的这种甲壳的一个设计 不知道这个设计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还挺好看的 这个绽放的效果 跟之前顺便高达干瘪的小屁股 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脚踝的部分 这个背甲呢 有一点限制可动 就是它只能到这个位置 脚的部分呢 必须是旋转过来 移动到旁边 才能正常的进行一个 在平地上的站立 否则平时呢 它是无法像正常的一样 那个脚掌进行平放的 而这个脚掌的设计啊 也进行了优化 像恶魔的这个爪子一样 真的非常的帅啊 本次的冰砖顺便高达的可动部分呢 可以看到头部啊 平时就是个美男子 但是如果让它稍微可动一下 一不小心啊 就会穿帮 可以看到头的这个轴的部分啊 一不小心就会露出来 这个是不太好的地方 而手部呢 可以看到肩帽的这个地方 只要稍微拉一点呢 就可能会被拉出来 这个呢 是感觉送紧度并不是很好 其实是可以轻微拉出的 但是 只能说 如果平时不动的话 真的是很漂亮 但只要动起来呢 它就会 一不小心就会穿帮 或者是 把玩感受不是很好 手臂的部分呢 可以轻松地达到 180度的这个效果 而胯部可以看到 是一个横轴 也就是说 平时呢 是可以达到 比方说一定的下拉 或者是前后的一个 可动范围 腿部并不能达到 完美的180度 就是达到这样一个 大概150度左右的效果 背包呢 是这次的亮点 三段翅膀呢 都是独立可动的 每个都有自己 独立的一些可动性 甚至中间段的这个小翅膀 两边它都有独立的可动 我不知道这个设计 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确实它是 可动性确实是非常的多的 连这个你看下面这个光润 它都可以动 而翅膀中轴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独立可动的 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展开 或者是一个高速航行的 一个状态 像这样竖起来 都是可以达到的 翅膀的各种可动 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 本次的配件部分呢 除了两个握拳手以外呢 还给了两个握持的手 一看到握持的这个手型啊 我们对焦看一下 它是一个斜的 也就是说非常适合用来展示 拿一个长柄武器的效果 而且还有一个张开的一个造型手 但是张开的造型手呢 它就没有对应的那个背甲了 这个非常遗憾 武装方面呢 给了两把GN游击长刃 只要把这个长的刃和这个短的刃 一组装 就能形成一个 哇延长的 在HG比例上 显得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武装了 但是呢 这里跟之前的顺便高达不同 之前的顺便高达呢 是这里是有一定可动的 这次的那个冰川顺便高达呢 只是一个固定的造型 就像那种海皇波赛东啊 那些什么长脊的那种感觉 像恶魔一样 本次的武装啊 还给了一种额外的新玩法 可以看到手臂这里呢 有一个独特的透明件的一个机构 只要把GN游击长刃呢 把它拆成一半的状态 接着呢 卡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卡进去 形成一种避刃的感觉 哇是不是超帅气 而且长刃不但如此 短刃呢 因为它们的粗细是一样的 都可以进行拼接 当然如果你把那种非常长的效果 卡在手臂上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非常帅了 这个效果真的很棒 我把武装都装上了 我们来跟顺便高达方一起 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喜欢这个 我就更成熟一点 我都要 反正这两个我都有啊 对吧 我今天晚上就敲 朴素一点的顺便高达的锣 我的天啊 我下个晚上就敲 腰艳 健货一点的这个冰川顺便的锣 为自由的选择嘛 对吧 因为我都有 好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这款冰川顺便高达呢 其实应该读顺便高达冰川 反正这名字挺拗口的 我是从高达C的入坑的 我们当时 高中的时候 天天还聊那个 你说你好喜欢阿斯兰 没有 那个时候 不要提到你 黑历史 但是我在开C的之前 我就看过腾黑了 我看漫画的 那你是硬核玩家 对呀 总之呢 这个大翅膀的这个机体 总之是磨灭不掉的 对它的这个憧憬 反正我是觉得很帅的 但是呢 但是呢 这种小鲜肉型的 这种透明 绚丽的感觉啊 让我就感觉 它没有一种战争机器的感觉 我不管 我就喜欢这种 是吧 好吧 我总感觉 就是反正 它要是跟傻拉比 或者是什么 吉恩浩达 就是一拳就被打爆的 那种感觉 不会 它长得很高科技 就很灵活 对对对 啥一拳 就是有一种老派机体嘛 对对对 有萌萌的 肉肉的质感 那才叫战争机器啊 总之各有好坏吧 反正这个就是很帅 反正就看 一看就不在一个时空内的 对对 这个冰川顺便高达呢 它很多尖刺的设计啊 导致实际上 它在把玩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的磕碰 比方说武器撞到翅膀 翅膀撞到武器 然后腿又撞到武器 胳膊撞到翅膀 反正各种各样的磕碰 其实把玩感受 并不是特别好 不把玩 我就放到占装 就是帅 就是酷 占装 罗阿鲁打多 其实是战柜啊 这个确实它放在那 造型呢 确实是很帅的 造型和透明件的这个用料呢 都是偏自由幻想一点 我觉得还不错吧 就可以接受 我这边就觉得超棒超赞 非常推荐大家 好好好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